当咱们设备连接好之后 也就是说电脑与机器 那个USB线连接好之后的话 咱们机器的话 需要装一下咱们那个设备的驱动程序 右键点击我的电脑 然后打开设备管理器 打开设备管理器的话 一般情况下 会在这个人体工程学书设备这里 点一下这个箭头 后来出来这个 它会显示一个问号 或者感叹号 它是黄色的标记 很清晰的 然后点击右键 选择更新驱动程序 然后的话 选择浏览 这边再浏览一下 然后推出了这个浏览文件夹 这个那个子菜单 然后找到咱们那个U盘里面呢 会有一个LSB的程序 打开LSB的程序之后 打开这个LSB的程序 打开这个LSB的程序之后呢 选择驱动 选择驱动的话 咱们那个设备的话 一般是默认为那个Windows XP和Win732的系统 选择第一个 这开头的 然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点击下一步 它会有一个大概的就是10几秒钟的安装过程 但是咱们这个样题的话是已经提前安装好的 然后的话 安装完之后呢 看在这边 还有没有那种就是感叹号或者黄色的问号的报警 没有的话 直接把它关闭就可以了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通用创新 这个端口里面 有一个USB这个图标 它会显示前面有一个黄色的问号或者感叹号 同样的程序 选择更新 浏览 还是找那个LSB那一个 驱动程序里面 选择第二个文件夹 就是LMCUSB这个文件 点击确定 同样的方式 安装完之后 只要不显示那个黄色的问号就可以了 把它关闭就可以 咱们的设备啊 与电脑的连接啊 就是驱动程序 安装完了 然后的话 打开咱们的那个U盘里面的 LSB这个文件夹 打开第一个 这个276的 双击打开 然后选择这个红色的2这个图标 然后右键 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 点完之后关闭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图标的话 双击把它打开 嗯 如果说咱们设备设备啊 供电电源没有打开 就是这个黑色的 黑色的没有打开的话 嗯 机器没有供电 所以电脑是检测不到板卡的 嗯 正常这样是打开 是可以使用的 然后测试一下 在任意一个图形啊 在咱们这里啊 嗯 随意拖出来一个框 就说 点击 这个图形 点击一下 松开鼠标就可以了 在任意位置 点住不松开 任意拖一个框出来 然后的话 点击左下角的红光 咱们设备上呢 这个红光的话 会有一个这个外框的一个指示 这么一个红光指示 这只是一个指示灯 嗯 当然这个开关的控制键的话 是在第二个 这是红光的控制键 把它按下去啊 是红光是打开的 点击完全止之后呢 就说咱们设备是一个红点 这样啊 就证明咱们的设备啊 驱动程序 电脑可以控制咱们的设备了